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啥都让我碰见 这次广西北海自驾游真的服了 刚从海边上来啊 因为我收到短信新闻说 广西海边出现不明生物咬伤人事件啊 咬伤了十几个 不知道是什么咬啊 伤得挺严重的 吓得马上跑上岸 准备回宾馆 回宾馆先了 看一下什么情况先吧 哇 吓死了 真的是震惊全国 抖音也有发 应该很多网友都知道了 尽管晚饭都没有吃 吃宵夜吧 睡过头了 老婆 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了 十一点了 叫她起床吧 起床吃东西再睡 嗯 起来吃宵夜 起来吃宵夜啊 吃宵夜再睡了 吃吗 你点了宵夜 点了烤生蚝 哈喽 大家好啊 我是小冬 刚刚睡醒啊 看一下小达买了什么 今天晚饭都没有吃啊 吃夜宵啊 生蚝 就生蚝 没有其他吗 三份 哇 还有三份啊 这些生蚝 看上去好新鲜啊 比老家买的新鲜 多少钱一搭 三十八 三十八 那比我们便宜哦 这家 三十八 那比我们在老家那里便宜哦 像这种的话 在我们那里要买五十多块钱一搭 给大家看一下 我老家很小一个的都要三十八 那种超 超级小的 这个是上辈子 三十八直罗 哇 还有上辈 上辈粉丝 哦 上辈粉丝 难得来一次 哪一个尝尝 还有卤串 必须吃好了啦 烤 烤韭菜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 油鱼 豆腐 拿一堆油鱼 拿来 拿 爽烤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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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来一串 我也来一串 烤鱿鱼 很香 要不赶紧来一串 那必须 哇 味道杠杠了 韭菜 好好吃 要不赶紧来一串 好香 因为 饭 好香 好香 哦 嗯 这个房间太小了 做的地方都没有 吃一个扇份 哇好鲜 这桑贝也好吃 是吗 尝一个 我一吃吃 这家烤的还不错 好鲜啊 放了太多辣椒 蒜油 放了太多辣椒 哈哈存细了是吧 不过吃的很过瘾 还剩几个 你把它干掉吧 嗯 那里还有草粉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啊